第一次跟大家見面,歡迎來到Bobo18.net 大家會知道我們的網站開了一段時間 但由今天開始就會有視像 我們自製的節目,大家看到了 這個節目的名字很簡單,叫贏波秘笈 我肥鬍,聲音給大家比較多聽 另外我今天的拍檔就是盆王傑 其實盆王傑之前也跟我合作過 其實他擅長於盆路方面的分析等等 盆王傑聽說你剛剛也在日本回來 因為盆王傑也是在足球界的 一直以來都是球員或者是助教等等 日本之恆有沒有看到橫斌 你現在是橫斌FC的助教 是啊,學到一些東西 以前也有對過日本球隊 也有很多東西應該學習 當然了,其實他的實戰 他對球隊的了解當然不會少得過我 所以大家接下來這個節目 其實我們用意是怎樣呢 除了視像看之外 就是好像先看看帥哥 不是的 其實主要希望大家 能夠每個星期幾天 都會提供一些 在節目裡面提供一些賽事 跟大家聊 不代表一定是貼士的 那些球員可能會告訴大家 二場千萬不要買啦 或者比較矚目一點的賽事 來到8月18日的今天 其實已經開英超、西甲等等都陸續開 大傑仔我想在講球之前跟你聊一下 其實你覺不覺真的 今年的球季特別短 一個休息 你怕不怕球員季操會有些問題呢? 那就一定會啦 那我覺得 所以真的 今年特別的情況 我覺得 來些大會 因為他們有足夠的球員 去調會 是啊 所以 真的要小心一些 社會和球員不足的球會 我想會幾個機會打殘他們 是啊,其實阿杰仔講到這件事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 歐洲不景氣 搞到很多球會 其實今年那個買人 簽人方面都很安靜 很安靜 那叫做竹琴劍爪的情況 甚至我們說 黃馬都好像買人一個半個 現在才說 最近全英的摩特曆可能去啦 那這樣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球季比較短 歐洲國家盃 接下來又世界盃外圍賽 接著之間又舉行了奧運 甚至那些歐洲賽 歐聯歐霸外圍賽 已經神組已經開打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好了 講了一段時間 先跟大家來談一談一場 日積賽事 其實大家會熟悉 賽程來說 日積 通常都是星期六的下午 我們先講一場 明古屋八瓶 或者叫明古屋鯨魚 對著大阪飛腳 現在明古屋鯨魚 今年 話是說 本來我看好他 有機會獲得JL的冠軍 但是現在只排第七位 相反大阪飛腳更慘 因為現在受到降班威脅 現在正在排第七位 但是上星期兩隊都一般般 叫做八瓶 輸球 2比3 輸給青水心跳 其實青水心跳 不是那麼強 但是最近 其實看到明古屋鯨魚的防線 就一般 尤其是近兩場對著青水心跳 有無獨有偶 一場是聯賽 一場是日聯盃 都失七球球 至於大阪飛腳 沒得選擇了 從貴梭到現在的成績都不好 長長攻 現在都是長長攻 上星期主場只和了大阪櫻花 這場大阪的打比戰中 只是和球而已 但是我自己有看過近期的表現 其實又有些回勇即將 尤其是對大公重樹 3比1贏球 之後其實對柏梨素爾都打得不差 可惜都是防線 阿杰仔你覺得 這兩個球你也熟悉 我記得有一場和你評述 都說了大阪飛腳 近年好像差一點 這兩季好像 是啊 可能都是交接的問題 有些球員可能已經開始走下球了 也有些影響 上個星期來講 明古屋鯨魚輸3比4 其實他們攻勢也很多 但是防線是有些問題 這場球其實 如果我們根據最新消息 其實他們打奧運的前鋒球員 永井謙又應該是可以復出的 對於明古屋鯨魚的功力也有很大幫助 至於大阪飛腳方面 其實大致上 那些人腳的配置都不是太差的 但是問題也是 現在要強攻的情況下 整天在防線上都有些問題 甚至上一仗 領隊也曾經試過用一些 對帕尼蘇爾那一場 也曾經把一些外援球員收起 嘗試用多些底裝球員 例如家長超博等等 這場球是這樣 我自己看 傑仔你自己覺得 我還沒看盤 還沒看所有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場球 我自己撐會入球多 入球大 我也有少許同感 那盤路方面 其實哪一隊好些 哪一隊讓球 或者哪一隊抵賣些 但是似乎我都吸收到 好像有些動作得很厲害 其實就看回初盤指數 一路都是明古屋百瓶 就在讓半球的比較高水位 直至現在 賠了就沒怎麼動 反而入球大小 就三球三球半 那些人都看得很大 所以都下了一點 甚至有些公司 或者參考指數到三球半 所以我自己的心水 這場簡單一點 譬如J-Lid這樣 我覺得這場球 大家都要分的情況下 就入球大 你怎麼看這場球 其實我看好主隊明古屋百瓶 因為看回近期 大阪飛腳的作下成績 都頗差 他作下今年很差 反過來明古屋百瓶 主場的戰績其實是OK的 雖然剛剛有場主場 輸了給清水深 但是那場限於聯賽杯 我覺得他可能有少許留力 他在本土的聯賽 其實主場的成績挺好的 所以我都很喜歡明古屋百瓶 好 這場我和傑仔的心水 分道揚飆 我就入球大 傑仔就要上盤 即是明古屋百瓶 接著是轉戰英超 大家都很期待 也很興奮 但是似乎先講一場 阿仙奴球迷沒那麼開心 先講一場阿仙奴的新特蘭 阿仙奴最近大家最大的消息 都不用我多說了 就是將雲佩斯 買了給死敵曼聯 但是也要公平一點說 今年其實雲家都有預備 已經是簽了普道司機 甚至中場都有新敵卡蘇拿的加盟 另外法國中鋒基路特也加盟了 阿奇仔你怎麼看這隊的阿仙奴呢 你覺得會不會前線的人員的調動會有些影響呢 一定有的 因為去年阿仙奴很多次都是靠雲佩斯入球的 沒錯沒錯 今年雲佩斯走了 加入兩個新兵 我想都要一段時間 都要時間無合 但是你對於普道司機的近況或者基路特 你覺得這兩個球員能否取代了雲佩斯呢 要時間 一下子真的未必能取代到 至於新特蘭 我們看看新特蘭 其實新特蘭這群球員都頗頭痕 很多強隊對著他 要贏也不是那麼容易 他對弱隊也未必贏 但是他對那些強隊永遠就是有骨的魚腩 令到球隊往往失分 但似乎阿仙奴對著新特蘭也有些上風 但是新特蘭今年人腳的增兵 一般不算特別多 只是簽了沙夏 這個老將由二次簽過來 免費 另外就是古爾拿西伯牙中堅 另外就是嘉欣艾沙姆回來 其實人腳上這群球是有些不錯的 我自己覺得都夠殺的 尤其是他陣中也有些不錯的年輕球員 好像玉咸等等 我自己覺得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爆冷 或者令到阿仙奴失分呢 那我就難一點 我自己看好阿仙奴 也看好阿仙奴 阿仙奴其實早前過來亞洲 大家也會看過 對傑志和萬成的熱身賽 我覺得熱身賽是不作準的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他就差了 其實當時我也看到 其實阿仙奴的狀態開始沒有升 雙方新特蘭來說 近年尤其是作客的情況下 對著阿仙奴 其實他們上街 即是2011、12球櫃 曾經作客以1比2輸球 再之前的球櫃也曾經迫和過阿仙奴 但是這場球的投入取向你覺得是怎樣 我比較喜歡主隊阿仙奴 主隊阿仙奴 那現在盤值不值得玩 其實看外圍的初盤指數 阿仙奴是上到球半的 不多不少受雲貝斯影響 一離隊之後 盤都縮了 現在就去到一球半 入球大小也是 初盤有兩球半三球 但是現在雲貝斯走了 可能怕攻力進不了球 所以就落到兩球半 阿騎仔你覺得一球半都沒問題嗎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看阿仙奴近期 友誼賽撇開來說 但他每一場都沒有升 而且入球能力開始提升 所以我看新特蘭的族 成績都是普普通通 我覺得不要受雲貝斯影響 也不要受盤縮 影響 所以我覺得阿仙奴這場球 應該有機會 對呀 話說回來 這一盤的Facebook 都未必一定是絕對的 如果這麼容易玩 我就不用在這裡做節目 不用大家去了解 不同球隊的實力 或者他們的近況是怎樣 其實是真的 我自己的另一個想法 尤其是現在 雖然說要磨合 但是我相信 雲家一個這麼有經驗的領隊 有一部分球員 他一定會繼續用下去 譬如謝雲露 和郭特 那些也一定會照用 所以你說磨合上 我覺得是一個至兩個球員 我相信他不敢把所有新球員 全部放進去 雲家也不是這麼冒險的人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在主場 我自己覺得 若然能夠和郭特 謝雲露等等 能夠做到機會 無論基路特也好 或者甚至普道司機也好 其實夠供應 前面的把能力應該有回到上下 但是新特蘭 我又不能夠否認 他們能夠有機會作客去入球 尤其是他們中場有斯巴斯山拿神 也有李差遜 也有遲冬遠等等 費沙金寶 其實都相當不錯的球員 我自己這樣 我就要入球大的 我也是 不要說我縮骨 還有季初球 我覺得 始終雙方面 都可能還有些事情要調整 我就要入球大 那阿杰仔就要上盤 看好上盤 看好上盤 好啊 最重要不用怕 即是縮縮一點點 縮縮盤也不怕 這些球 始終 對阿仙奴 始終都是有信心的 不如說說另一場球 這場都頗有趣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說 哇 肥叔你講這場 但是其實這場球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些新鮮感 或者有些興趣 就是 坤士柏流浪叫做史雲斯 坤士柏流浪其實今年都很大的動作 不是很多人 不過當然他們還是調整階段 變成他們其實今年都有不少新球員 尤其是領對曉氏接掌之後 大家會知道 斯斯來了 其實這個法國前鋒 上屆季尤尤其是是交到貨 但是今年更加厲害了 簽了幾個球員 大家會知道 朴志昇 另外借了法比奧回來 另外還有幾個新球員 甚至是安德魯莊遜都過來了 門長格連 還有一個在暴力班打得相當不錯的進攻中場 凱列特 對於這班坤士柏流浪 似乎實力好像是增強不少 尤其是功力也挺強的 看回他們上年的主場成績 都很厲害了 今年特別加強人 我想今年的主場成績應該都會挺進步的 至於講講史雲斯的變動 史雲斯的領隊 羅渣士已經去了利物浦 取而代之 都似乎一脈相承 和他們打法 找了前丹麥的名宿米高露特納過來 近年看他的教球 他們都採取地球進攻 其實符合史雲斯承接了羅渣士的想法 其實他們本身人腳不差 我自己覺得很大名氣 不大名氣 但是那班人是能打的 即是實戰的球員 今年尤其是最重要的收購 當然他們有一個祖爾阿倫來隊 去了利物浦 但是最重要的收購就是米祖 米祖就是由華力賢奴過來 上屆這個球員真厲害 華力賢奴是擔起半邊天的 他的表現 不過我有點擔憂 通常這些新球員 尤其是西甲球員 你擔不擔心來到英超不適應 除了米祖之外 另外還有迪古斯文 這個也是維拉里爾的中場球員 擔不擔心英超 風格超不同 都要的 我想西班人球員都要一段時間適應 因為他本土的節奏比較慢 英超就比較快 所以我想都有點問題 如果你說似蕭比獎 你問我兩班球員 如果你說以買人簽人方面 坤士華龍很看到一個明顯的走勢 就是曉士作為一個英式的領隊 他不擔心 他不擔心的意思是 他不去海外找一些球員 然後大部分在英格蘭本土找 他的好處就是 他一買回來 他已經很適應當地的文化 當地的生活 而且應該很快可以跟得上 這個就是一個好處 當然大家會說 小雲斯沒有辦法 尤其是轉了領隊 小米高努特納有他的想法 就會將一些球員 他自己喜歡的就買回來 這場怎麼樣? 小米高努特納有什麼 你覺得 初盤指數是 昆士華龍落下 讓平半的 都比較高水 但是現在 暫時到現在 就升到上半球 也是中上水 上盤下飛的 都幾看好 都幾多人看好 你看不看好呢? 我也看好 但有一件事 反而入球大小 初盤是兩球半 但現在又縮到兩球兩球半 這件事有點怪怪的 其實看回兩隊的入球能力 我覺得不低 我覺得這個 挺低的 還有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昆士華龍的主場 其實某程度就是 我覺得 我看過 其實比你正常 其他大的球場 是窄一點點 距離短一點 其實你如果兩隊肯打進攻 就很有利入球的 根本上 還有看回小雲斯 雖然都是講友誼賽 熱身賽 但是看回入球能力 都幾厲害 不論主場 或者作客友誼賽也好 都會入很多球 老實說 轉了一個米高勞達成領隊 我看他一路教他的風格 都是以進攻為先 所以大家 像阿傑仔所說 他不需要擔心 甚至他剛剛有場友誼 對著測詞 都是贏4比2 上半場都已經開了個大 給大家了 甚至坤士華龍 我也不擔心 以他們的功力和這樣的人腳 應該不妨可以考慮入球大 那阿傑仔 你喜歡入球大 還是上半多些呢 我喜歡入球大 因為看回小雲斯 我覺得挺進取的 踢法 雖然始終都是講熱身賽 但是也有些影響 因為教練都會暴主 有一個意向 有一個意圖 對 接下來會是這樣的踢法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 雖然入球大勢 是縮了一點點 但是我也挺看好 其實有時候用一個逆思維邏輯 逆思維的想法 其實他縮了就更值得玩 兩球兩球半就更值得玩 其實這件事情大家可以深究考慮一下 接著我們講一下其他都是英超賽事 先講一下富咸對樂育治 其實富咸和樂育治上屆算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打得不錯 尤其是富咸這班球 我不能不承認 我也有點跌眼鏡 跌眼鏡的原因就是 他們的領隊祖義 我一直都不太看好這個領隊 但是有時候就這麼有趣 可能教不同的球隊 或者不同的化作用的情況下 祖義是令富咸相當不錯的 上年的表現 樂育治也是一樣 眼前一亮上街 未開季前 大家以為他降班大熱 誰知道就打個中游的十二位給大家 其實富咸來說 這個變動很大 尤其是 今年他尤其是前鋒位置上的變動比較大 安德羅莊遜 普基尼耶克 尤其是和中場的大佬梅菲相繼離隊 取而代之就有 委根方面的諾達列加 這個哥倫比亞國居 另外也有 比特利 這個也是在德甲 漢武尹職多年的黑羅地亞前鋒 其實我自己有點擔憂 為什麼呢 因為你前面兩個殺手都換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很大呢 尤其是最近有消息 大家也有聽聞 利物浦一直侯著丹普斯 丹普斯 似乎連集訓的期間 都已經和球會沒有去跟集訓 沒有去到瑞士那裡集訓 我相信他離隊的時間應該倒數 傑仔對富咸來說有沒有影響 也有的 一定有的 有些球員有離心 另外有新球員加入 不少不少對隊樂的氣氛都會有少許影響 當然 前線的磨合問題 因為現在取而代之 已經去到八難雷斯 擔正 前線擔比利等等 但是 我也蠻擔心 我也相信早已未必會把兩個新的前鋒 立即擺出去 但是究竟 那個入球能力夠不夠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至於諾惠治方面 其實今年最大的變動當然是他們的領隊 林拔就轉了會 另外就是曉頓過了來 曉頓大家也會熟悉的 因為已經接掌過不同球隊 尤其是紐卡蘇等等 其實主要大的變動 其實今年 內置不算很大手筆 主要他增兵的位置上 都在中後場 可以這麼說 例如剛剛在拉蘇方面 借用了加烈道西巴雅的後防球員 另外有韋達卡 也有格拉斯哥流浪 這個也是蘇格蘭國腳 助攻能力相當好 但是前線方面 其實大致上的主力都可以留到 其實他們反而人腳的缺失流失不算多 前線繼續要靠著 他們去年打得相當不錯的 好像格蘭特凱特 凱特這個球員 說得難聽點 平平無奇的感覺 但是他在諾惠治的狀態相當大 這場怎樣? 有什麼心水? 你覺得這場 這場我心水 這場我心水 先說指數 好 先說指數 兩球半球 直至到現在 一樣的 也都是 沒有什麼動作 這場球就很靜 很靜 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端倪呢? 如果你問我 我也觀望 這場就 因為不知富咸怎樣 富咸班也很有趣 他可以在上半場四十五分鐘 是一隊很垃圾的球隊 但是下半場可以一隊很生龍活虎的球隊 好像說得難聽點 好像看著來玩 看著來踢 還有季初的狀態 我還有一些保留 相反諾惠治 你說他很硬 但是究竟作客又打成今年新領隊 我覺得是 應該這麼說 那個疑團 即是那個不明朗因素比較多 這場球 還有看上季 挺海鮮的 他作客的強隊可以不輸給你 但是作客的弱隊可以輸給你 沒錯 所以這群球都 小心點 所以我肚骨 這場我就沒有心水 我沒有 你有沒有心水 都跟你一樣 如果真的硬要看一下 那就看個入球大小 看個小 我會挺喜歡這個 還有反而這樣 如果這些球 老實說 有臨場就先看看臨場 大家又不用急於一時三刻 我覺得 好 轉一轉口味 去一去法甲賽事 其實法甲這幾年 大家會覺得好像靜下來 這兩年 但是還好突然殺出一對 叫做巴黎石日門 但是我們這一場 當然這一天就不會說巴黎石日門 我們先說說一對 退色勁女 都要爭標分子的 就是李昂 李昂現在排第四 開季第一場 他能夠作客一比零小勝雷欣 對手特魯瓦第一周是輸球 都是零比一輸比華倫西欣 其實如果說回兩隊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今時今刻的李昂 不能同日而語 因為其實球隊面對一些經濟的問題 大家看到他去買人那裡 差不多白板 其實嚴格上 花過的錢 今年花過242萬英鎊 買了一個塞爾維亞的後防球員 給詩華回來 其餘很多都是在藥隊 簽回來 甚至是在B隊提升 因為花了太多錢 所以兩日為出 其實今年我挺擔心李昂 這群球隊我一直都挺喜歡 尤其是大家記得 可能是P組聯奴等等 賓斯瑪這些全部都出 但是現在已經很多 你說他嚴格上出不到人 覺得他的清分是不是這麼差 又不算特別 但是你說要找些 好像賓斯瑪當年 賓艾花這些球員 就比較難 今年最慘的 我就覺得 有卡斯堂的離隊 卡斯堂去了莫斯科斯巴達 另外也有個別的位置 包括伊達臣 我又覺得伊達臣離隊 都影響 其實中場影響很大 我自己覺得 另外文沙 文沙續約滿約 也沒有這個中堅 也沒有續約 那似乎就是 因為李昂真的想減磅 在錢方面 在人工方面等等 哇 蠻擔憂的 阿杰仔 你擔不擔憂呢 很擔憂的 始終錢很重要 你真的沒有什麼收入的話 或者各樣東西的話 都挺有影響的 說說特魯瓦 特魯瓦 其實上屆 已發穴的第三位升班 陣中人腳不算特別飆青 真的不算特別飆青 老實說 這些球隊 也有不少 以前有法甲經驗 或者這些球隊 也叫做升班馬 但是你說實力 是不是很強很強 我就不敢苟同了 真的不太同意了 老實說 他今年其實還要依靠他們一個巴西的前鋒 上屆一發穴 入了十二個球的馬高斯 唯一是他比較可靠一點 但是上一章 看回第一章 他輸給華倫森斯的情況下 其實馬高斯還是打後備 後備入體 最終就憑著他們一個烏龍波 就是烏龍波而輸 所以其實這場球 他們有很多攻勢 上一章看回 他們打得不錯 其實你說整體的場面 法甲有這個問題 大家要自己留意 我傑仔也很熟悉 法甲就是射門多 但是中籠是少 然後入球相對少 特魯雅上一章 主場情況下有十五次起腳 只有四次中籠 你想想那個中框率 中籠率是二十多個百分 成正比 你中籠率低 你入球就少了 所以李昂上一章 我算是合格的 如果他贏到雷欣 入球還要是 上年雙元出來狀態都一般的 哥古夫 老實說 如果李昂球迷 你最寄望的是哥古夫 哥古夫是現在最重要的 當然還有李辛道奴比斯 還有高美斯等等 上一章的情況下 他成功地能夠 拼制到雷欣的攻勢 變成他們自己九次起腳 兩次中籠也入了一球 其實回到主場 你始終對李昂有沒有信心 其實就看各樣的因素 其實挺看好李昂 但是就看回指數 又下下 下點一下 初盤 李昂讓到球盤比較高水 但是現在暫時到現在 就縮下去一球球半 都還是高水 看回入球指數 兩球半三球 反而這個就沒怎麼動 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 除了亞洲的指數 看回歐洲的指數 李昂居然回飛 對呀 全線回飛 如果看回對賽上場 李昂贏球 特勒主場輸球 都回飛 李昂還要回主場 其實應該是很優勢的 反而現在還要回 還有因為賽前 你如果看回當然了 我們回飛有很多原因 因素 但是你看到李昂其實 沒有什麼大的雙兵停賽等等 譬如上將你哥古夫 剛才我說的那些球員 例如高美斯 李昂到盧比斯 都有在那裡 不得罪說 他主場要贏特魯雅 應該不大難度 照計應該 但是飛回你怕不怕呢 現在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一直跟你看 有些球是回的 但是我們還是不怕他的 但是這場我就... 這場害怕 真的有一點點 不過老實說真的 我也有的 有一種信心危機 我始終覺得李昂 今時今日的李昂 就不可以用以前那隊去比 很老實 不是得罪 正所謂風光的日子不在 以前兩球都照給他 不管他 對不對 還有他對賽的枉跡也沒有根據 因為特魯雅已經是 闊別了發甲幾個球季 所以其實那些枉跡也沒有意思 變了其實 我覺得真的 這場幫我拿出來跟大家說 其實也想大家警惕 也有一點點警惕 希望大家這場 我也有點害怕 如果可以玩臨場 就去看一看 因為這些發甲其實有臨場 很多都有臨場 那不如看看才落墨 這個時間去一下我們一個環節 我們每一集都要有一個環節 就叫做重錘出擊 重錘出擊的意思就是 覺得可能可以重錘或者重心一點點的 這場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剛剛開球季 我就不會給太熱門的聯賽 我還是給巴甲賽斯 這場是紐迪高 對巴西亞 紐迪高 上場很厲害 厲害了 主場大炒聖寶羅 這場球 簡直我覺得 暫時是紐迪高的代表作 再者 似乎是打回紐迪高的主場優勢 要數回他們近期在主場其實都很威風 老實說 雖然7月26日輸過給哥利迪巴 但是他們曾經3比0大炒山道士 也都3比0大炒邦迪比達 所以我覺得這班球 似乎在主場的威力都回來了 而且紐迪高這班球 就真的由以前到現在都好 很靠主場 他們今屆主場成立刻暫時7場4勝 1和2負 但是其實那些輸 老實說輸給傅明尼斯 真的沒有話可說 相對巴希亞 上一仗能夠執新賽 能夠贏球 我覺得也有些運存在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上一仗他們的表現真的一般 只能夠贏球 全憑對手 即是對手按住來攻 九成攻勢的情況下 邦迪比達 但是整場球 巴希亞只是起過3次腳 他進了兩個球 其實是邦迪比達後防的疏失 也縱伏了巴希亞的穩守突擊踢法 還有一向來講 巴希亞的作下成績都比較差 要連續兩場作下 我對他們都有點擔憂 這班球的實力始終都是一般 比如近期的作下都一般 作下輸了給甘美奧 雖然贏過彼美拉斯 但是對著庫米尼斯 0比4大敗 對著寶迪法高 0比3大敗 所以其實這班球 作下成績能力都是比較差 雖然大家會說 我們七場一勝兩和四負 其實都有一半接近一半不用輸 但是我今天這場球 覺得巴甲來講 紐迪高近方這麼好 回主場搶分 連續兩場作下的巴希亞能不能夠 可以頂得住 我覺得成疑問 所以其實紐迪高來講 我覺得真是捧得過 不怕要紐迪高 這場球都可以頂得到 好 結仔下次到你 看看會不會 你再想想 有沒有些球可以重錘出擊 就跟大家提供一下 好 好吧 繼續來吧 我們其實之前都說了 英超 我們說了法甲 甚至說日積 回來另一場英超 這場其實都可以慢慢講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對 紐卡素 都有點寄望 似乎 上年打得不錯 紐卡素 有點寄望 是啊 但是可惜 好像兩隊波亞都頂受傷兵影響 這場球 是啊 紐卡素的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紐卡素 他本身最近 丹巴巴亞 和帕比斯思思都有傷在身 其實以現在紐卡素的人腳來看 我就挺擔憂 前線真的沒有了他們兩個 當然不是沒有前鋒 不過是比較年輕的蘭嘉 和艾美奧比 中前場來說 唯有靠一下奔奈法 不過奔奈法 我自己覺得 這個球員大家會記得 歐洲國家盃 曾經罵脾氣 罵情緒 和法國華隊 甚至拿斯利等等 口角 甚至領隊方面 這個球員 波亞就好 但是那個 暫時 你說英超 當然你都說他可以黑仔 第一季一來就傷了 但是以他這樣的皮勝 衛蝦仔 以你的經驗 如果你陣中有這樣的球員 是很惡搞的 就是那個表現很波動的 是不是很受過情緒影響的 都會的 我想除了他之外 其他隊友都會被影響到的 是的 其實這樣我也挺擔憂 劉卡素 劉卡素今年都不是沒有收購的 但是你說最大的收購在於 就是安尼達 這個在亞積士簽過來的 荷蘭的國腳 現在23歲 這個球員其實可以踢多個位置 是不錯的 你說離隊方面 其實我覺得離隊的球員 都叫做有重要的球員 尤其是股膚利都挺重要 不過現在以 如果劉卡素來說 中場也有很多人 都不用擔心 相對於熱刺 今年 蝦仔 你覺得熱刺會不會 反而是有些寄望 由於這個 保瓦斯吹壺從來 就是 上年這個 車路士的失敗 但是今年似乎 還是有些高調的情況下 就是覺得好像要回來 爭取一些東西 爭氣波 我們球員說 始終在英超的球隊被人解僱 好 今次回來英超 我想 一定要做些東西給人看 熱刺方面 大家也會知道 其實保瓦斯 是挺黑仔的 本來去年車路士的時間 他就想買摩特力回來 誰知買不到 好 今年過來 可以跟他合作 這個球員很棒 很用 誰知摩特力就說要走 現在 黃馬就差點個人條件 談好了 還好 都叫做 增添了兩位實力 相當不錯的球員 尤其是上屆 在賀芬涵 借了去史雲斯的冰島國的蝕古神 這個球員 其實熱刺就在利物浩手上搶過去 這個球員是相當不錯的 這個球員 處理自由球 後上能力好 甚至在中路方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熱刺 適攻不適守 中路防守很頑 好 今年比利時國腳染水的維頓漢 過了來的 我覺得在中前場或者後場都有些增強 阿杰仔 你這場球 會不會有機會作客拿到分 或者爆冷 不要爆冷 作客贏球 你覺得 也挺大機會 因為柳卡素始終兩位攻擊球員傷了 我覺得他攻那方面會弱一點 看回越次 雖然作客 但是看回他人才都挺頂承的 挺頂承的 前線當然了 近期英格蘭國家隊入球的迪科爾 艾朗連龍 甚至雲達華治 蝕古神 還有當然不可不記得 就是威爾斯巴爾 這個快馬 相當厲害 就算 不要緊 柏卡雙了 但也有新道路 另外他後防線 上屆打相當好的右閘 其實這場球會不會入球多呢 你覺得 反而入球我就不太好 看回指數 初盤 都是平手 入球大小兩球半 暫時到現在都是一樣 沒什麼怎麼動的 見回平手的話 反而這場我挺喜歡熱刺 挺喜歡熱刺 雖然沒有了摩迪力 這個重心球員 但是就 就像阿Key說的 還有雲達華治 那些在那裡扔著 我想OK 其實你說的一個笑話 就是雲達華治 就是這樣勸他的王馬 知不知道 他可能就說 你快躲到王馬 不要妨礙我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上屆都看到的 有些情況是兩個好像重疊了 因為摩迪力 又沒有了他應有的表現 好像受到空間的限制 沒有那麼自由 然後雲達華治 又是被他逼了 大家好像都不太可以磨合到 所以當然 如果看熱身賽 近期說紐卡素的成績只是一半 贏過一場 其餘三場都還沒有贏 我和杰仔今天金仗 這場的看法 都有類同的情況出現 我自己都平手盤的情況下 真的不妨捧捧熱刺 我繼續櫻超 有一場球 這場幾乎漏了 就是現在好像大家都好像遺忘了這隊 西暴朗對利物浦 其實大家會知道 其實利物浦令人失望 尤其是當你參與投注的時候 會更加令人被擊死 但是今年換了新領隊 會不會又有些新氣象呢 羅渣士大家也知道 上年教史雲斯 教得有聲有色 而且我現在覺得 利物浦最重要的一件事 首先先不要計算贏輸 首先應該踢回自己的風格 然後再慢慢去想成績 現在又很陣中 今年買了意大利的前鋒 年輕前鋒寶連尼回來 另外剛剛祖爾阿倫也都加盟了 甚至還有球員來的 不過還未到 可能聽聞扭尼沙軒 都會借用身份過來 至於西暴朗方面 也有不少增兵 尤其是老實說 這些球隊 每年都要在榜下流掙扎 所以他增兵是很正常的 今年最大的 最重要的球員加盟 相信是門將奔科士打 這個也是前鋒人國腳 還有羅辛貝子 也有踢歐洲國家盃的瑞典中鋒 還有在車路市借了19歲的 盧卡古過來 不過盧卡古我相信 暫時會先淫後備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上屆打最銳利的 就是奧丹雲子的尼日尼亞前鋒 其實他跟沙欣朗 已經是相當不錯的前鋒 所以 都對西暴朗很大幫助 但是這場你覺得 對著利物浦會不會 在賽果上 上屆他們零比而輸 但現在也換了領隊 大家都知道 學神 學神去了英雲國家隊 無奪有偶 今場西暴朗的領隊 是史提夫奇勒 但史提夫奇勒 大家可能有印象 之前是摩連套的副手 也是上屆跟了套隔離樹 幫助利物浦 但最終現在坐正 會不會有人情球打 我想不會 都不會 不如說指數上 你自己覺得 或者你覺得這場球 值不值得玩呢 例如我看到外面 利物浦讓球 我又怕 坐下 根據上屆 真的嚇到人 利物浦坐下讓球 對 坐下讓球 怕不怕 看回暫時指數 初盤都是利物浦讓半球 比較高水 但暫時到現在 反而挺看好利物浦 下了少許 下了少許票 但入球大小 初盤兩球半 現在反而縮了少許 下了兩球兩球半 真的很難說 你說究竟入球大小 究竟今年利物浦的後防 打成怎樣 我真的還是一個問號 因為其實利物浦 早前 根本他開季都是早的 因為他們本身要打歐百瓦為賽 其實之前已經打了兩回合 兩場都不會失球 因為對手太弱了 4比0輕鬆贏球 但是你說真正的考驗 我就真的覺得這場才是真正的考驗 雖然上屆能夠他們贏球 但是因為利物浦 我經常說那些偶然性 即是他的狀態或者水平 就是經常保持不到 所以我自己挺擔心的 即是我不敢叫大家 落馬利物浦住 所以我又縮骨一點 這場我不給了 這場我覺得如果大家要玩 真的看臨場好過 如果利物浦的球 大家吃少就多教訓 阿傑仔你自己怎麼看 我不同 我覺得這場很有信心 你很有信心 我這場利物浦應該會贏球 因為始終 雖然季前所有熱身賽都會踢 但是利物浦踢了兩場歐百杯 我覺得會上力 會比較好 對,我看到他們挺有鬥心的 其實我有看的 我有看他們的比賽 挺有鬥心的 這件事唯一最可取的 對,因為都很大幫助 踢真正的賽事 和熱身賽 上力是不同的 而且看回新領隊過去 我想始終也有少火化 而且他們開得很順 所以這場雖然作客 也贏得比較多 但是也比較看利物浦贏 好,轉一轉 這個荷甲賽事 這場真的要抵打 這隊球 PSV濤奧芬 第一個星期他們先踢荷蘭超級杯 打得相當順 相當漂亮 是可以大炒到亞迪士 但是上一場對著實力不太強的華域克 居然在8分鐘領先的情況下 連接三球 最終1-2-3輸球 究竟PSV濤奧芬的問題在哪裏 我看到他輸了之後 他領到亞迫卡特臉都黑了 而且我經常很擔心這個人 雲邦美踢球的方法很深 有時候的球不太難 因為上一場他有一個球 幾乎是紅牌可以比紅牌的 他經常是踢球的 其實我覺得今年大家要留意 多了雲邦美的加盟之後 其實這群PSV濤奧芬 經常都可能球隊會比較粗 或者他隨時真的打少過等等 這些狀況 他前線反而不錯 今年兩個新的球員 拿申格 這個也是上年打得相當出色的荷蘭小將 其實剛剛在週中那場熱身賽 對比利時也代表荷蘭上陣 另一位也是PSV圓奧芬球員 而且剛好就潰激了荷蘭的美阿頓斯 這個也是相當不錯的球員 但上陣似乎下半場就發揮不好了 打得頑皮一點 至於看回他們的對手 諾達對著斯和利 上一週能夠只和1比1 我覺得如果以整場球表現 他們執新賽 老實說對手斯和利打得好 打得相當的攻勢也多過諾達 諾達當然還好 因為他們的功力也不算頑皮 尤其是他們上年打起了前鋒球員 中鋒球員 馬基和尼美夫 這兩個球員 變成有一定的功力 健仔你擔不擔心 PSV濤奧芬這樣第一週 就要別人輸 陪他輸 現在這樣 都有點擔心 如你所說 雲邦美 是一個炸彈來的 炸彈來的 你猜了他 你又要怕無緣無故發脾氣 打消閣 所以這場球 如你所說 都有點擔心 這一樣東西 但論實力 各樣東西一定會高很多 真的 雲邦美 其實在那些階段 人家應該要隊長去冷靜些球員 叫球員去打好些 誰知道他是最操的那個 但現在還有一個考慮 不如看盤 好像養得多了一點 我自己覺得不太合理 為何會養這麼多 現在養兩球 其實初盤就是球盤兩球 落飛 現在很多人看好 去到兩球都還是中水 都相當看好 這場球員奧芬 起碼贏兩三球以上 我相信有一個理解 就是因為上一屆 上一屆曾經 PSB聯同分主場贏過 對手7比1 上半場已經4比0 但我又覺得上屆還是上屆 你今年 始終人腳不同 領隊不同 還有 我很記得 上一屆 其實PSB聯同分 對手一早打小過 其實這場球 我自己的想法 倒不如要入球大 至於荷甲球也有好處的地方 雙方進攻比較強 進攻異辱比較強 比較進取 諾達也有能力可以入球 這對球也有能力 剛才我也介紹過 上屆兩次對著PSB聯同分 都能夠取得入球 雖然都是輸球 但是大也沒問題 是的 你也說得對 初盤入球大勢是三球三球半 但是現在都去到三球半 我就要大選 不要搞那麼多 因為你自己呢 你自己喜歡什麼呢 我喜歡主隊 但如你所說 這些臨場 再看一會 對呀 讓了太多了 我覺得現在還有一種體會 可以告訴大家 我感覺上 或者體會上 我經常都會看現場 我上屆經常看到 那些荷甲是很古怪的 就是 舉個例子 上半場就好像0比0 滋滋猶猶猶 下半場就入幾球 又可以上半場入兩三球 下半場又滋猶猶猶 所以大家現在玩荷甲 真的要小心點 不要一味信名牌 現在的荷甲球 經濟不好 大家心裡有數 不要相信名牌 小心點 所以入球大就會比較穩陣 相對 好了 又轉口味 去到西甲賽事 西維爾對著基達菲韋 也叫加泰 其實這兩班球都是類似的球隊 主攻能力不強 但是突擊能力相當出色 而且這兩班球 我經常覺得好像 相同風格 這兩隊對賽很有火花 上屆兩隊都中游位置 那今屆究竟西維爾的 人腳或者實力是怎樣 不用問阿貴 一定是尼格道是擔正的 西班牙國的中風 今年也換了領隊是米高 這也是前西班牙名宿 中前場繼續是右翼的 娜華斯 帕洛提 這些逆風 以及拉傑迪 這些是主力來的 反而是因為西維爾上屆的後防線表現得不好 所以他在後防線的增強是很明顯的 尤其是中堅的保迪亞 這個也是西班牙的U23的國腳 另外是右閘巴西的施仙奴 不是以前那位 即是進入過國家隊的那個 這個也是比較年輕和當打的 另外就是迪亞哥盧比斯 這個也是由維拉利爾過來的 也曾經入選過西班牙國家隊的門將 這個也是相當不錯的門將 所以其實防線上的增強是很明顯的 相對基達菲 大家都知道近年都是這樣的 即是球員進進出出 借借道日等等 所以他們每屆都有少許變動 今年前線都是靠米股這個球員 另外帕道利安 拿菲達 拿菲達也是在薩拉哥薩轉過來的 相當不錯的進攻中場 以及迪亞高卡斯道 這個也是有表現的球員 其實他的進攻能力 如果以中優班來講 中型班來講 是算不錯的 我自己覺得 那傑仔對於這兩班有什麼看法 你覺得 我也想問一下Kid 賈羅迪走了 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沒有影響 因為已經開始淡出了 即是他已經年紀大了 以及尼格道始終 甚至西班牙瓜隊的領隊 迪姆斯基都喜歡 有時候尼格道 都不用羅蘭迪的 尼格道的好處就是 他腳下球都有的 但是衝刺能力 還有跑走動都比較靈活 那現在問題就是 反而現在西甲 通常大家都會知道 打4-2-3-1 就好看後上那群球員的表現 那你怎麼看這場球 就是你的分析 你覺得是怎樣 其實我挺看好西維爾 看回現在暫時的指數 初半都是主要西維爾人半一 暫時到現在都是半一 其實就沒有什麼上落 但是相對於看回兩隊的賽職 其實加泰或基達菲 作客就很普通 西維爾就特別厲害的主場 所以現在看回你說半一 我覺得是挺吻合 挺正常 都是那句 季初球就小心一點 但是我也挺看好西維爾 就是一來米高教 他一直教開 他自己也曾經教過基達菲 變成一兩季之前的事 其實他對基達菲盤球的特性很了解 再者其實西維爾的人腳本身真的不差 只不過他上屆又好像李物浦那樣不穩定 所以其實這場球 我跟杰仔的看法都是一樣 不妨小敲 不太多 季初就穩陣一點 小敲西維爾 沒問題 自己覺得應該是給大家一些信心 然後繼續是西甲開羅 今年西甲算早開 繼續是馬略卡對著愛斯奔路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阿杰仔有沒有聽過 他形容馬略卡這班球 我經常叫他島主 大家都知道 可能會知道西班牙 下面有一個島就叫馬略卡 這個地方 他通常坐客去到 要搭飛機 或者搭船 總之要游泳也好 總之要去他的島那裏 那個島主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他在主場的實力 或者他的表現 往往高一平 而且很多強隊去到 都大吃虎頭的 今年的改動不算特別大 繼續是卡帕路斯帶領下 其實大致上的主力都是那班 尤其是前線維托 希美特 上次打得不錯的第二前鋒 另外中後場也繼續是紐尼斯 甚至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把一個逆風球員 尼蘇爾 放在右閘位置 所以這個值得留意 相對愛斯賓奴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班球 是打得不錯的 近兩季 上季 叫做差一點 其實也是保持天奴帶領 大致上人腳 其實今年都有些變動 因為上屆由國米借過來的巴西球員 葛天奴就歸了隊 就是回國米了 但是他們仍然保持著 不錯的前鋒人選 尤其是艾華利斯 上屆打得相當出色的球員 華道 沙治奧加西亞等等 其實這場球挺五球的 你覺不覺得五球呢? 都會的 而且看回指數 初盤馬尼克一樣半球 但是到現在都是一樣半球 但是微微升了一點點 就是跌了一點點 那麼 入球大西兩球兩球半 暫時到現在都沒什麼動動 不過 就是這樣看 如果純粹用主場地理位置來講 就是那個半球就是這個主場來的 我覺得 馬尼克一向在主場的往績 就是成績 或者本身的往績都比較好 上屆主場都能夠小勝1比0 贏對手 那這場球 傑仔有什麼想法? 我也蠻看過馬尼克 始終小刀威力 大家都知道 真的蠻厲害的 去主場特別踢高兩班球 那半球應該問題不大 不過我自己另一個想法 或者另一個選擇 就是覺得這兩隊其實都不算特別是強攻型球隊 或者有特別厲害的射手 變成了入球方面 我自己覺得未必多 可能大家不妨試試入球勢 譬如上屆兩次對碰 分別都是1比0 就是主場那隊贏的 所以這場球我自己另一個選擇 就是入球勢 傑仔又喜歡主隊馬略卡 好了 接著又轉一轉口味 當然要講一下早上的球 就是叫做禮拜六 但是不是星期日早上的 我們已經去到 先講一下 巴甲近期開快車 其實我自己都會比較留意 就是自己比較喜歡 先看看一場 就是富明尼斯 富明尼斯其實今年打得不錯 富明尼斯對著利斯非體育會 富明尼斯其實不錯 近況真的相當不錯 上一場也叫作客 我覺得也收貨 但是不算高分 就是1比1賽和了高士魯 但是其實表現上挺穩定的 富明尼斯近期 尤其是球隊 守直射手費特的復出 其實幫到球隊 他現在也在聯賽進入了八個球 另外其餘球員也是相當不錯的 尤其是我自己挺欣賞的球員 叫做泰高尼維斯 他今年也在富明尼斯有一定的表演 當然大家不可以抹殺 還有魯將迪高 魯將迪高回去了 其實在富明尼斯的適應也沒有問題 相對於利斯非體育會 近況來說是一半半的 上將只是輸給寶地花高 也是屬正常的 我自己覺得利斯非體育會 都是屬於一種 主強客藥環境的球隊 這群球員純粹是這樣 他們其實因為很靠主場賺錢 所以這群球作客 我自己覺得不太上算 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的整體實力不算強 功力也不算強 所以這場球我自己對於富明尼斯的信心是很足夠的 蝦仔你怎麼看 這場也一樣 雖然暫時沒有什麼指數差不多 但是應該富明尼斯也會讓很多 他一定是起碼,我開了都可以,一球球半至一球半 但我自己對傅明尼斯的信心都是大的 如果你看回今屆,有些人會說,肥叔你覺得傅明尼斯可不可以大炒他 但起碼可以贏到兩球,因為其實這班球,今年傅明尼斯你不覺不覺 今年的成績,其實他去了第二位 其實他們只不過落後,這個明尼路體育會就三分 而且還有一件事,今年傅明尼斯的改善在哪裡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失球方面 如果你打17場球,暫時只是失70球球,其實是相當不錯的防線 而且最失球最少的都是榜首明尼路體育會,都是失九球 其實他們今年,進攻方面又得到保持 現在整個巴甲入球最多的就是28球 有三支球隊就是寶地花高、傅明尼斯和明尼路體育會,即是榜首球隊 所以其實傅明尼斯,我自己覺得信心是大的 回到主場,今年主場未輸過 再者,對手呢,利斯菲特會要作客來到 因為傅仔地裡的位置,他在巴西的東部再上一些 始終需要作客下來,途程比較遠 還有一向利斯菲特會是不善作客的 所以我自己對於傅明尼斯是有信心的 你呢?你也是多捧主隊吧 我都要巴甲,我跟著學習一下 所以都會跟著看傅明尼斯 當然大家落默的時間,一定要看一下指數 如果看回以往參考,他都是讓球半頂了 應該是沒問題的 這集時間過得很快,還有一場不用怕 這場也挺有趣的 為什麼有趣呢? 兩隊都來自聖保羅省的球隊 就是聖保羅省對著邦迪比達 聖保羅這班球其實是我其中一支挺喜歡的球隊 不過今年的問題在哪裏呢? 又是不夠穩定的 近期聖保羅好了一輪 可以作客贏高士路 不是那麼容易贏的 也是作客贏巴希雅 這三場全部都輸了 作客輸給傅明尼斯 作客輸給主場輸給金美奧 上場才是真功 作客情況下0比3輸給柳迪高 當然我剛才大家都記得 我在重鎚出擊那裏都說柳迪高是厲害的 但是你看到整場球 聖保羅的表現是慘不忍道 我還慘不忍道來形容 整場球的表現是不合格的 嚴格上 五次起腳,作為聖保羅 零中籠 你想入球都難,零中籠 那柳迪高呢 11次起腳,6次中籠入三個球 很明顯看到聖保羅這班球 狀態似乎有些問題出現 還有一個因素告訴大家 我發覺聖保羅打得好 都跟法比安禄很有關係 大家都知道法比安禄前巴西國腳 另外也是打西維爾 法比安禄起到前面有個重心 和他的把握能力比較高 就打得好些 當然入球或者重心可能牽引了 其他球員也打得好些 上一仗,在柳迪高的情況下 就沒有法比安禄 整隊球呢 就打得不像樣 我發覺聖保羅現在很關乎 法比安禄的出不出場 至於邦尼比達方面 上仗呢 我真的替他慘 主場呢 0比2輸給巴西亞 其實邦尼比達這班球 他今年採取一個突擊的踢法 即是他的突擊挺臭效的 但是呢 他上仗就中伏了 他就被別人突擊 他上仗就被巴西亞突擊 我可能大家有記憶 巴西亞整場球只有三次起腳 中兩球就入兩個球 兩球都輸突擊的 全部都輸突擊 其實呢 但是邦尼比達的表現呢 其實 你說整體真的不差 他有18次射門 有8次中籠 即是其實他整場球 都是按著對手來踢的 我覺得近期來說 邦尼比達這班球 縱使你看他的賽果是輸的 但是其實他的表現是不頑的 即是邦尼比達 我自己覺得呢 這場球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我老實說 我覺得聖保羅不是那麼容易贏的 這場球 反而另一個想法 我覺得這場球 是有機會做入球 但是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邦尼比達 我剛才也說了 他們的作客 尤其是特擊的水平是相當高 聖保羅的防線現在真的不是那麼好 曾經邦尼比達有一場代表作 就是作客贏過高士路 這場球也是他們今屆暫時 和保地花高 真的不強的不強的也不贏 所以其實今年看到 尤其是對著強隊受壓的情況下 反而還有一個上算 還有他們曾經在季初 即是四月份 曾經也作客贏過過年太士 嘩 字仔一聽 對對都肯贏 肯贏他才贏 他肯贏他才贏 他肯贏他未必贏過 另外邦尼比達也有他一定的功力和他的表現 我選擇入球大了這場 這場入球大 你有什麼看法這場 這場我心水就麻麻 因為暫時看回歐洲指數也沒有 歐洲指數預計會讓一球 如果聽回你暫時的分析 好像聖寶羅讓得比較多了 多了 我也覺得多了 所以你說的 不如把他們兩隊打入球 我要入球大了 這場比較穩陣 好了 今天閃閃閃閃 其實都整個小時了 通常我們講解一下 通常星期六日的節目 我們都會有一小時的節目 盡量多些賽事跟大家分享 或者研究 所以今天都講了幾場英超 又有法甲 又有何甲 西甲 巴甲 連日跡都講了 當然也不妨再不厭其反提一提 其實在接下來 剛剛新球季開了 除了一路開始的時間有的名格 例如世貴 張志德 另外陳明安 我肥蘇 盤王傑也會給大家 盤路方面每天提供 當然還有一個數據王 是根據賽事的數據 很多數據的集合 究竟精華所在 或者投注狀況在哪裏 另外還有 集賽王 集賽Dino 希望能夠為各方面 不同的方向去投注 讓大家可以有些啟示 或者有些端倪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支持 當然了 如果大家對我們節目有什麼意見 或者覺得大家有什麼可以 環節加強 或者做得好做得不好 都可以多點在我們的網站留言 Bobo18.net 除了看資訊之外 都要多點留言支持一下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再見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